到底我應該選擇多少錢的車子 其實如果你是第一次購買中古車的小資族 或者是一個小家庭 你想要買一台車 30萬左右我覺得是一個在休旅車門檻的試金石 第一台2000推薦的就是2011年的Mitsubishi Outlander 我認為Outlander是絕對沒有辦法忽略的選擇 2013年的Mazda 5 2.0 R5這種轎車式底盤它的高度不會太高 如果家裡有老人或是有小朋友 上下車來講也相當的方便 然後就非常適合大家的需求 2012年的IX35 整身的車體剛性其實相當的不錯 駕駛起來雖然懸吊太軟 但有一點飄 但是你會感覺 其實它的這個車身結構還是相當的安全 2012年的SUBARU FORREST XT的一個版本 FORREST有非常多的改裝品 所以你是喜歡玩車改車 又需要空間表現 甚至表現自我的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適合的一個選擇 今天要推薦的就是2014年的Luxian M7 Turbo 我認為Luxian M7算是這個集聚裡面 最特別的一個選擇之一 M7它這種所謂的滑門 剩七人座 常常問我說 到底我應該選擇多少錢的車子 其實如果你是第一次購買中古車的小資族 或者是一個小家庭 你想要買一台車 30萬左右 我覺得是一個在休旅車門檻的試金石 第一台2000推薦的就是2011年的 Mitsubishi Outlander 其實這台車子2000應該算是介紹過 我認為Outlander是絕對沒有辦法忽略的選擇 平常是拿來載送貨物的一個貨車 但是等到放假的時候 就轉身變成成為載著家人一起出去玩的SUV車款 後面可以上下對開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在後座如果你是車路 或是你用手使用這個車尾帳來看 也是非常非常適合的 多元的地形來講 它的能力也是相當的不錯 Bender的空間機能還有靈活性來講 完全可以滿足一般家庭的需求 其實以中古車市場現在大概的價位就在28到35萬之間 其他的油耗會比你想像中來的更好 第2台2000要推薦的就是2013年的Mazda 5 2點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它的側滑門的設計 對很多要在家人 甚至小朋友家庭來說是非常實用的 離地高度不會太高 相對來說 如果家裡有老人或是有小朋友 上下車來講也相當的方便 很多家庭來說 如果我不需要太大的休旅車款 但是我想符合可能在都會用車 譬如說是用這個所謂機械式的停車格 那馬5這種轎車式底盤 它的高度不會太高 就非常適合大家的需求 平均油耗大約12 市區大約9 高速14 其實大概就是休旅車一個標準的一個級距 那二手車的價格 大約在29到40萬左右的一個區間 會推薦這台車是因為它的空間表現 要這樣的車體來講 擁有這種所謂機座的版本 是非常非常少見的 那變速箱的改款以後 也不用擔心未來變速箱有故障的問題 那微笑馬5其實已經停產了 所以在二手車行情上面表現相當的不錯 車質的部分來講 因為它已經停產了 那有些人會擔心這個保養 或是未來臨近的問題 不過以馬自達這台車子 它跟IMAX算是兄弟車 還有馬自達這台車 其實算是推出的非常長青 所以零件跟這個未來耗材的問題 應該是不需要擔心的狀況 OK那第三台2000要推薦的 就是2012年的IX35 第一個就是 它的本身的車體剛性其實相當的不錯 駕駛起來呢 雖然懸吊太軟 但有一點飄 但是你會感覺呢 其實它的這個車身結構 還是相當的安全 車在空間表現上面呢 適合很多小家庭的使用 再加上它比較高的一個駕駛座子 對於很多喜歡SUV的人來說呢 會擁有更良好的一些視野的安全感 那其實配置上來看呢 它2.0的排氣量呢 有166匹的馬力 21.1公斤米的扭力 搭配的是六速手自排的變速箱 市區油耗其實平均來講呢 大約11.3 市區大約只有8 那高速的部分有13 中古車的價位大約是在28到34萬 不過特別注意我今天提到的是愛沙山 而不是在之前一年的Tesan 如果是舊款的Tesan呢 2000是相當不推薦的選項之一 OK那第四台2000要推薦呢 就是2012年的SUBARU FORREST XT的一個版本 提到這個你想像中的SUBARU 我們想像的森林人應該是那樣 但其實我今天推薦的是舊款的這個版本 提到的是FORREST XT的一個版本 雖然呢 它是這個舊型2.5渦輪增壓的版本 最近的部分呢 沒有那麼吃香 但是呢 它渦輪增壓水平對臥 搭配四輪驅動 確實都是前面幾台沒有的特色 所以呢 其實到現在呢 還是有很多熱血爸爸的首選 包括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改裝啊 把它降低啊 那個大包氛圍我覺得看起來 是相當的有型跟態度 而且FORREST XT呢 有非常多的改裝品 所以你是喜歡玩車改車 又需要空間表現 甚至表現自我的人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適合的一個選擇 最近的部分呢 一年是兩萬兩千塊 但是呢 它的引擎呢 在標準的時候呢 就有兩百三十匹的馬力 那以及三十二公斤米的扭力 車重的部分呢 是一千五百公斤 油耗呢 大概算是SUBARU共同的缺點 平均大約只有十四驅 所以有九我覺得應該是騙人的 然後資料上寫九 但我認為實際大概就只有七跟八 好不好 跟大家講實話 那高速的部分呢 大概十出頭啦 不過呢 官方數據是寫十三 二手車的價位 大約在二十多萬三十萬左右 那我覺得動力相當滿意 然後呢 品牌齊項呢 應該算是又比一般的 這個國安品牌 又來的也那麼有一些優越感 OK那最後第五台呢 兩千要推薦的 就是2014年的Luxian M7 Turbo 我認為Luxian M7呢 算是這個集聚裡面呢 最特別的一個選擇之一 因為呢 第一個你可以發現 它的年份呢 是相對來說是最新的 而且呢 納智傑呢 其實M7 它這種所謂的滑門 正七人座 聽清楚了喔 正七人座 剛剛提到第二台 馬五 其實算是5加2的車型 保養的費用是 真的是國產車的價格 不要覺得說 它的這個好像 看起來科技 東西就會很貴 它一支鑰匙也才一千多塊 兩千塊 比很多你想像中的 Mazda或者是一些比較新式的一些iKEY來看 都算是便宜了許多 那它的車體結構呢 還有它的防撞系數 我覺得都是相對紮實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是在意這個 所謂的車體結構跟剛性來看呢 其實Luxian M7呢 我覺得它可以提供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車體結構的安全 那維修表現呢 我覺得也算是平易近人 那對於很多大家庭來說呢 其實它不是希望只有空間啦 那更希望是在未來在入手的過程中呢 在這個後期的保養上呢 也不要造成太大的困難 所以呢 我覺得Luxian M7 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動力表現上面來看 其實呢 它是2.2渦輪增壓的一個版本 175匹的馬力 28公斤米的扭力 聽起來表現上面還算OK 搭配的是六速手自排的變速箱 平均油耗11.7 市區9.66 高速15.58 這邊大家參考就好好不好 那30萬左右呢 我覺得就內裝品質跟外型 還有就是電滑門這些東西來看呢 算是相當相當的有誠意 那不過呢 要記得 這時候你要買這個車 油耗的部分呢 就當做沒看到 如果呢 因為這比較大空間啦 所以如果說你是這個 常里程的使用者 或者是呢 你天天都要載這個車送小孩 送去哪裡 這個車可能你的油耗就要有 心理準備好不好 那才能夠入手 我覺得這當然是最棒的